這個陳發蓉 講她老母在她八歲的時候患癌症過世 這篇我打算看一看 然後再詳細跟大家讀一讀 因為她的獨特之處就是 去選港者的時候都不是長髮姑娘 到現在都是維持這個法刑 她人都選得很耐心 讀完整篇找人 兼我記得的我跟大家說 如果我不記得提一提 這個是1989年 那我83年理工畢業 那就是 我出來做事是第六年 她就選了出來 那時候我在哪間工作做呢 一間叫做威龍國際 一間電子公司 那時候電子工程部 有個人就很喜歡她 她說她很漂亮 那我才留意到這個人 因為以前我是不留意娛樂界的東西 我簡直是不看的 現在來到加拿大沒什麼好做 你看看這些 因為你看 你不是看娛樂新聞 她都是一個人來的 你看看人是怎樣 這樣面對生老病死呀 生意失敗呀 這樣 都學到東西了嘛 謝謝大家 謝謝你 感谢观看